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家喻戶晓的宜蘭歌謠 小時候曾經聽媽媽說過 出外打拼或求學的宜蘭人 每逢假日搭著火車回家 穿越雪山山脈 一座一座的山洞 明暗間的光景之後 眼睛所看見是太平洋上的龜山島 與一望無際的南洋平原 沒錯 宜蘭到了 離家更近了 媽媽說過的話還在我的腦海裡盤旋 但是我的眼睛無法帶領我的想像 我會知道 為了十一圈 记得之前看过 林明仁叔叔拍摄的 南洋平原老照片 从高空中俯瞰 当时一望无际的农田 充满人情味的盗浪 房屋大楼不多 土地就像是上帝的画布一样 美得很自然 很舒服 这也不过是 七年前的画面而已 自从雪岁开通以来 交通便利 观光流动人口变多了 带动地方的繁荣 吸引更多人来宜兰定居或制场 昔日绿油油的农田也一块块的减少 奇怪的是 农田不种到了 改种房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们在暑假参加了赖青松老师 在圆山乡深沟村举办的 稻米收割体验活动 要堆下来 然后割的时候 这个要一把抓住 然后这边 湿的还是干的 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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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吃的饭 那个米饭 米粒是干的还是湿的 干的 干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能够顺利的晒干 将来这个米才不会放久会坏掉 虽然大家只是一日农夫 但却充分感受到灰汗如雨 脚踏实地的感觉 也因为看到人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感 让我们想要追根究底 到底为什么良田美景会一直减少呢 从2000年农发条例修正后 种农社从每年8件的速度 急速上升到每年上千件 至2015年5月 全台已足足多盖 三万两千一百六十五间农社 其中宜兰最多 多了七千五百七十八间 宜兰平均每年以七百栋的 种植速度增长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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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现况之下 有一群人默默地为这块土地发声 希望更多在地的宜兰人能够重视这个农地农用农社农用的问题 守护宜兰新价值工作方的方子维哥哥就是最有力的推手之一 然后一起唱哦 然后一起唱哦 One two three go 那种感觉 渐渐渐渐的消失了 而且在宜兰看到一广五季的这样的导物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那雪岁的开通也加速了宜兰的农铁变成农色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的 那雪岁的开通大概很便利 我们可以去往往台北宜兰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 可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以前没有去睡之前 我们往往台北宜兰还有很多的飞银公路 土壁台公路还有火车 火车其实是来宜兰最棒的一个方式 雪岁开通其实对宜兰的影响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一定感受到 我们除了周末我们到去那里都塞车 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取得一些景点可能到处都是人 让大家一起来找出农村到底有什么新价值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真的反对建农社 但是农社就是应该要农用农地就是要农用这样子 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宜兰人来说应该是当务之急 新南社区位于南洋西北岸 是一个以种植哈密瓜文明的村落 这里还保留有大面积相当完整的水稻田 这几年在新南社区推动田东蜜有机耕作的林哲安哥哥 就是一个保护良田生态共存成功的例子 可是我很喜欢我们的水平 为什么我喜欢 因为这些东西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看鸟 所以很喜欢看鸟 那这些鸟像黑面笔路啦 金白塔 高桥这些照片 其实全部都是在宜兰的水平里面拍到鸟 所以其实我们的水平都不是可以种成稻田 它还是很多水鸟的家 所以其实我从小是因为看这些鸟 所以才爱上我们的水平去 就是我发现我们的水稻田啊 开始不种到的 开始种房子 开种房子 市长这么一动一动房子 我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说我喜欢看鸟嘛 刚刚讲到鸟需要什么 很大 很大对不对 很大的吧 那可是房子这样盖一盖一盖一盖 喔 那鸟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你看 这个力量原本是这些小水鸭休息的地方 结果就被盖得到房子上去 你看 这是那边比如我原本吃饭就要盖房子上去 你看 你看 以前我们拍鸟啊 鸟的后面应该是一只盗 现在表面是什么 是房子 是房子 然后是新来的鸟 新来的鸟 很多 新来的鸟 那后来有一次我在想鸟的时候 就看到这只鸟 它叫 董姬 董姬 这个董姬呢 老萌名叫它蚕董 就是它不太长大 因为它的教室就是 董董董董 董董 董这样叫 董董董这样叫 董董董 所以我就看到这些方法 就是说 有一群人 在一块楼梯上面 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动物 譬如说女鸟啦 跟虫啦等等 他就跟阿伯合作 就说阿伯啊 你把这个楼梯保留下来 保护下来 我们来保护这些鸟 然后呢你这个舔的就不要 我们来保护这个鸟 保护这个鸟 阿伯会刚说 诶 我也知道不长荣药很好 我也知道不长荣药OK啊 可是 不长荣药的钱怎么办 因为不长荣药的话 收成会变多还变少 变少嘛 变少钱怎么办 所以这些年轻人就很聪明 就说 但纳别没关系 你就保护多地 保护我们的动物 钱变少没关系 因为你这个米呢 保护了我的环境 保护了我的动物 所以呢 我会帮你包装成一个品牌 叫做保护鸟类 或是保护我们的鸟 然后呢 我会帮你卖出去 卖一个比较高的价钱 说这个 农民他都会离开吗 他们都那么老 他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 会离开我这边 那 我是希望是 趁现在这个时候呢 让他们觉得说 种田是很棒的 让他们觉得说 很有成交感 把这个成交感 跟这个想法 在他们离开之前 告诉他们的下一代 因为他们 他们可以决定土地 要被谁继承 对 所以就是希望他们 把这个观念传给下一代 那下一代的人 就会一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很努力的 在让我们的老农民 觉得说 种田真的很好 然后来新来种种田的农民 真的是很 很好玩 而且会赚钱的事情 在南洋平原这块土地上 要保留农田 还是开放农地买卖 放任农社维建呢 看起来似乎都跟 政府政策有关 为了难的 所有人都会在下单 都会在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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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样的 美国家说 是 有点 好 好 我们去吃亚 有时间 有点 沒有空子吃的時候 像你吃網友的媽媽師傅的 再說我去買那裡包 我們做孩子的時 錢也沒有去買 那些如果沒有 要去我請我來 要去吃你吃不吃 如果沒有吃 沒有你吃的時 這家家的家家一定會高級 我們這個家家 我們政府情供反而堅保 原子...發生過的時才來這次來的我請問 我做的產業是騎到十多年 六十幾年到七十幾年 七十幾年之後 做產業拍子馬 七十幾年來的時候 這麼好 七十幾年到七十幾年到七十幾年 農地農用 搶救宜蘭地景 大人世界的紛擾 我們不懂 但至少我們想要聽聽不同的聲音 我相信一定大部分的宜蘭人是一堆宜蘭的印象 就是一萬五季的稻田 然後從小 尤其是現在這個季節 你會開始聞到很濃的稻碎的味道 以及割稻之後那個稻草的味道 那我覺得農田的消失 我自己的感受是 那是一種成長的過程的地景的消失 一棟棟的豪華農舍 我不需要坦白說 其實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豪華農舍 那我不喜歡一點就是因為 一些豪華的農舍 自助的農舍 它其實坐落的地點 往往可能是 適合生產糧食 適合生產稻米 經營美麗的農田地景 還有維持生態的一個土地跟良田 政府其實對於我們的土地 它應該有個態度說 我這個地方怎麼用 這個地方怎麼用 因為這個規劃是對於地方的未來發展 是有好的幫助的 其實現在在談農地農業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們更多的會說是 現在才開始去做限縮或是規定 其實是有一點晚的 宜蘭這種農土地炒作跟不亂蓋房舍的狀況 其實多年前就發生了 那多年前的政府確定要怕要去把關 跟管理這件事情的失控 反而到了現在已經 已經有某種程度的破壞了才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太認同 也很遺憾的事 有關政府現在的政策呢 我大概簡單講 反正就是 因為他們希望能夠遏止 就是農地過度炒作這件事情 所以政府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現在開始我要嚴格的積查跟看準 到底你有農地 你想要蓋農舍是做什麼用 未來的農業期許 我更希望的是說 宜蘭的農業可以做為 現在面臨到這個農舍的危機 也是一個轉機 就是 我們有個機會好好的去看 到底宜蘭的農業該怎麼走 因為剛剛是說 像宜蘭最近幾年 已經開始有越來越多新農夫啊 他們在宜蘭做有機 跟做自然農務法等等等等 就是更友善環境 或看到環境關係的種法 那種種植方式 它的產量的價值就提升 收入可能是提升的 然後因為透過行銷的關係 它又讓務農這件事情 本身的榮譽感更高 所以我其實在期待的是 未來宜蘭的農業應該是 宜蘭想要發展無焉充的產業 想要讓宜蘭的環境跟產業 跟生活可以繼續共存在一起的話 我相信除了觀光 農業絕對是我們很重要的一環 已經有這麼多人在想辦法 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我們也想知道住在農舍裡 屬於農夫第二代的想法 現在年輕人 因為覺得說 種田耕種 他能養活自己 但是他不能養活一家人 所以一般的話 單單用自己的農地來種田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說去養活家人 所以就是要還是要去找工作 因為我們是 以我家的一些地來蓋 其他的地都還是在耕種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距離農田比較近 這樣子對農田的照顧也比較多 然後我們也不會說因為 因為說要把房子擴大 然後就去犧牲很多的農地 那個比我早蓋差不多 半年多 半年多 哪一間這樣 三分之二是違章 這邊也三分之一是違章 也還沒被查到 一直中一直中 他也不敢蓋了 對啊 他也不想猜 他也不想猜 我這樣子弄了 花了幾百萬 對啊 要拆掉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要看政府如果去規定 不要讓一些投機客 來把這個農舍 變成說他們的戶架地 已經種下的房子 似乎無法收成移除 宜蘭綠田地景似乎越來越少 房子越來越多 政府的政策與法規 施展公權力的決心 似乎是未來要強化的方向 重視農民需求 鼓勵年輕人返鄉耕作 取締農社維建 捍衛土地正義 法規修正等 這些都需要長時間的討論與溝通 土地與環境是屬於大家的 未來也是我們這群小孩要面對的 9月初 我們跟著老師 參加了一場守護耕地守護家論壇 藉由大家一起討論來解決問題 中場休息時 針對農地農社議題 宜蘭未來的農業發展 有什麼期待與解決方法 我們訪問了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處長 楊文泉叔叔 下了7600棟我們宜蘭 其中有6成 也就是大概在4000多棟 都賣掉了 就是超過一半以上都賣掉了 所以那都不是農夫真正蓋來要自己祝福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很不好 因為這樣再蓋下去 宜蘭的田都會不見 審查上面我們只要依據法律 那很認真的來審查 那因為以前呢 沒有很認真 所以我們也公開道歉 就跟大家道歉 說以前我們不對了 以後我們要好好地管 按照一定要我們政府都要按照法律 以前就是有法律 可是沒有在尊重 你們學校有沒有效規 有沒有認真遵守效規 嗯哼哼哼 因為農社價越來越多 這個會危害到我們 長久的發展 所以大家決定說 好這樣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認真地管 那我農他就是有農地嘛 他已經不種了嘛 那我會希望他把它 譬如說叫他小孩子回來種 其實現在種田 有是一個機會 可是有些他就是 他講的話想要種田 就是後來他從那裡有蓋 蓋房子這個事情是政府有管理的 就是說你是真正要去種田 然後你才有資格蓋房子 然後我說你有那個需要 那這個就是政府要好好管理 對 然後該怎麼樣 然後整個社會也要看 也要監督政府 就是政府要好好管 現況既然無法改變 但未來可以繼續努力 我們擁有充滿力量 熱情的陽光 照亮島嶼前進的方向 宜蘭一定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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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過 田這個字很特別 它的主要成分是土壤 而一群人手牽著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 根座自己自足 就形成了田 但是隨著農舍一棟一棟沒有妥善規劃 不符法規的種下去 居住的人不多 涼田消失了 水鳥不再飛回來這裡遊戲棲息了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 越來越疏遠了 我覺得未來政府應該要積極把關農舍 不要讓投機客有機會 違法建造農舍 農地農用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嚴格把關 然後定期去檢查 買農地的主人有沒有在種田 我覺得農地農用這是非常正常的 自從政府大幅放寬 土地分割買賣的門檻 從此我們的農田就消失破碎 我希望未來政府能夠 能夠更嚴格的就是檢查 定期去檢查農舍主人是否有在種田 而我在欣賞子惟哥哥和哲安哥哥 因為他們不像其他的年輕人一樣 出開家鄉去工作 積極地為在地老農轉食 就是宣傳一些農產品 或是去演講等等 我覺得未來應該要 應該要就是 政府要更積極地去把關 因為現在每農舍 以每年700棟的速度快速的成長 這些農舍大部分都是 就是隨便蓋在田中央 那邊一塊那邊一塊 東一塊西一塊的 這樣其他的附近的那些農地 也會就是會收成不好 或是因為一些污染而被干擾 所以這方面政府應該要更積極地去控管 我們心理想著 總會找到解決的方法的 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有 這麼多人一起守護宜蘭新價值 在保護環境與土地開發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留下一畝新田 青春寫在島嶼的高山 十二歲的我們 還有一段漫長的人生要走 站在蘭陽平原這片土地上 填滿未來 讓幸福圓滿 和我們一段漫長的人 或是我們一段漫長的人 或是我們一段漫長的人 在我時宜蘭平原這片 會不會有好處 如果想到親吻 不就能一起進去 在家宜蘭平原這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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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